电力系统里边 或者在我们的供电系统里边 我们存在一个要把功力因素提高的问题 就是在设备同样的电压电流下 我们要提高它的功力因素 这样能使设备得到有效的利用 而且能减少它的损耗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功力因素第一呢 我们会带来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呢 设备不能充分的利用 刚才我举了个例子 我说变压器在同样的电压电流下 对吧 如果你的这个负载的功力因素大的话 那么它不能达到它的额定容量 不能达到额定容量 那么即使电流到了额定值 但功力容量呢 我们说还有充分的余地 所以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它 比如像这样一个 50千伏安的这样一个电源设备 电源设备 那么这边是负载 这边是负载 那么P呢 等于US cos in phi 或者等于是 实载功率 实际上cos in phi 那么cos in phi等于1的时候 那么P呢就等于是75千瓦 对吧 如果cos in phi等于0.7呢 P呢就等于是52.5千瓦 那就说 在同样的一个电源设备里边 由于我的负载的不同呢 我可能能接受75千瓦 也可能只能接受52.5千瓦 这样呢 这个电源设备呢 我们没有充分的利用 比方说我们变压器 我们把一些容量 把它就浪费了 浪费了 所以我们说 设备容量 S就是它的实载功率 对吧 它向负载送多少有氧功率 要由负载的阻抗角来决定 所以说 我们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 要想办法改善负载的阻抗角 我待会再说怎么改善 怎么改善 我们说一般用户 我们来看 一部电动机 它空载的时候 这COS-In-Final 只有0.2到0.3 非常低 非常低 对吧 这样大量的设备容量 相当于浪费了 如果满载的时候 是0.7到0.85 就满载还可以 但是这个0.7也很低 也算是比较低的 那么像我们这个 这个荧光灯呢 只有0.45到0.6 也是比较低 也是比较低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能改善这个 改善这个情况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我们说 当输出相同的油功功率的时候 线路上的电流如果大的话 那么线路上的压降大 而损耗也大 对吧 ΔU就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整个的阻抗 乘上这个什么电流嘛 对吧 那么 现在损耗的功率呢 等于什么 I平方乘R 那么 你的这个 如果是这个 这个电流大的话 是不是这个也大 所以我们不希望电流大 我们看 对于这样一个设备来说 对吧 如果我们送出同样的油功功率 但是由于它的这个 负载的这个 什么呢 扣三约菲比较小 那么意味着电流需要更大的电流 那么我们在线路上损耗的就比较大 线路上损耗比较大 我们这电压U 对吧 这电流I 电流I 好 我们看 在同样的功率下 不等于是UI 扣三约菲吗 就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 油功分量 无分量的概念来讲 它的油分量呢 只是在上面投影 如果在同样的投影下 这个I呢 显然是大于 上面这个红线指示的这个电流I的 对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说 它在线路损耗就比较大 好 我们说 解决的办法呢 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把电流小办法降下来 让电流要小 就在同样的P下 电流要小 对吧 然后要增大电压U 再一个呢 增大扣三约菲 然后那也上来 就在同样的有功功的情况下 减少电流 增加电压 增高电压 提高功率因素 都可以实现 所以我们说解决办法有三个 一个是高压传输 现在我们不是 我们的输电呢 都是什么呢 220 330 还有500 我们西北现在是到达了什么呢 750 对吧 咱们国家现在又在建设 特高压输电 交流是 1000 千伏 其实就是100万 100万伏 100万伏 那么100万伏目的 高压传输以后 实际上高压限量的电流并不大 在传输同样的功率下 电流并不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就改善自身设备 第三呢 就是并联电容器 来提高功率因素 使得这个cosine 能提高 能提高 就可以了 提高了 好 我们来分析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般的这个负载呢 最常见的负载是什么 是一个感性负载 感性负载 我们可以它的负载 我们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的并联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负载 我们用IL来表示它的负载电流 我们来看 这是电压油 对吧 那么在感性负载下 IL呢 是之后与电压油一个角度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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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们给它并上一个电容器 电容器的电流呢 我们知道 是超前于电压油的 因为它是并联的 对吧 所以超前于这个电压油 一个90度 好 那么现在总电流 I呢 就应该等于是IL加上IC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电流 那这个电流呢 显然是小于IL的 就回答了刚才我们的那个问题 我们说由于电流大 在线路上的损耗大 压降大 对吧 本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输掉的线 到那个地方 体脂端是 比如我们是10.5千伏 到末端呢 正好是10千伏 刚合适 由于你电流大以后呢 到末端呢 就达不到10千伏 可以是多少 10千伏就多少 9万5千伏 对吧 那么这样电压呢 我们设备就 灯就不容易亮 不容易亮 所以呢 我们说 就希望这个电流 先说电流要小 这电流就小了 小了 对吧 这就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 我们要是这个负载电流减小 有办法呢 我们可以通过并联一个电容器来实现 好 它的特点呢 我们说是 并联电容以后 原来的负载的这个IL呢 并没有改变 比如说它是个电动机 或者说像我们刚才说 它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些荧光灯 它没有受到影响 它的功能因素 还是0.6 还是0.3 0.4 没有改变 对吧 那么主要是由于这个电容 电容的补偿作用呢 它把这个电容 使得它的功能因素脚呢 减小了 减小了 对吧 所以负载的原有的负载的电流不变 有工无工也不变 对吧 但是呢 整个电路 就是负载加上电容器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呢 对电源端看起来 它的功率因素提高了 所以说或者说是cos in phi 角呢 减小了 减小了 好 我们看一下币连电容是怎么来定这个 确定值 还是这个图 对吧 还是这个图 我们来看 那么IC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IL3 in phi 1减去 I3 in phi 对吧 IL3 in phi1是哪个 是这个长度 是不是啊 这个角度 对吧 IL3 in phi2呢 是哪个长度 是这个长度 对吧 就是 整个这个长度 减去这个 这个长度 就是蓝线的这个 IL3 in phi2的长度 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膜 它的膜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说 我们将I等于是 有功功率 乘让U cos in phi2 这是根据有功的功率 公式来得到的 就是P等于是Ui cos in phi 来得到的 对吧 IL呢 等于是P 除让U cos in phi1 注意 这里边的P和U呢 都是定的 因为我们要假设这个 刚才的这个感性负载 其实有功是不变的 而电压呢 也是不变的 对吧 唯一改变的就是功率 一手脚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我们这两个值得不同的 R1和R1不同的地方 就在φ2和φ1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我们带到上面的式子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 IC呢 就等于是P U 对吧 把P和U提出来 第一个呢 是 sin phi1 cos in phi1 对吧 我们得到了 taneta phi1 第二个地方呢 是 sin phi2 cos in phi2 得到taneta phi2 减taneta phi2 好 那么IC本身等于什么呢 IC本身等于是 Omega cu 对吧 我们原来写过 我们说是 IC等于什么 IC等于什么呢 解Omega cu 对吧 我这只取得有效值 所以IC等于Omega cu 嘛 IC等于Omega cu 好 这样的呢 通过这个式子呢 我就可以得到C 等于什么呢 P除上Omega u平方 再乘上 taneta phi1 减taneta phi2 这样我把C就求出来了 你到底并免一个电容器有多大呢 就看你的预期的这个功力因素角 就变得多大 本来是一个 phi1是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或者说功力因素比较低 现在我要提高功力因素呢 就要减小这个角度 把它变成什么呢 phi2 所以通过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需要并免的电容器呢 是多大的电容 多大的电容 好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 我们说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去 得到同样的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呢 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因为变成上面 如果虽然结果相同呢 但是呢 大家看 这个我需要的IC是不是就长了 IC长了 意味着我需要并免的电容器就要更大 那不是浪费吗 那不是浪费吗 所以我们这时候有几种 第一种是欠补偿 就我现在这种情况 是欠了一点 没达到满 第二 全补偿 就是说 我这个电容IC呢 一直可以达到这个 使得这个电容 电流呢 和电压呢 同向 这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 啊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会增加电容设备的投资 啊 而且它效果不明显 不明显 不明显 当然原因还不光是这个原因 还有其他原因啊 比方说我这个负载呢 我突然又减小了 但电容器你又没退出来 这就成为过不长 就形成这种情况了 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所以我们每次呢 总是欠一点点 欠一点的 啊 那过不长呢 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情况 IC就到这个位置 对吧 功率因数呢 又有又又高变低了 啊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不希望 我们一般是让它欠一些 欠一些 欠一些 那么另外刚才讲的这个讲法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功率三角形 来来描述这个问题 啊 功率三角形来描述 大家看 在功率三角形 第一种情况下 我们说是 啊 有个fi1还有个fi2 fi1情况下就是说 没有并联电容器之前 它的无功功率呢 是ql 并联电容器以后呢 是这个q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qc 由电容所产生的无功功率 对吧 它不是负的吗 所以这个有 这个无功 减去这个 就得到了 新的这个无功功率 啊 我们根据这个式子 我们来看这个计算表达式 啊 那么qc呢 等于是ql 减去q ql减q就是qc 它等于是p 乘上tinynafi1 tinynafi2 这式子直接可以得到 啊 就是图形 对吧 因为p乘上tinynafi 就是q 就是这个距离嘛 对吧 所以直接得到这个表达式 好 那么qc本身呢 就等于是 Omega c u平方 对吧 就前面我们讲了 啊 qc等于是什么呢 xc 绝对值 乘上u平方 前面我们怎么讲呢 前面我们讲的是 这个qc等于什么呢 i平方 乘上xc 对吧 那这个平方 我们先看啊 i平方 和达这个式子 也等于什么呢 u平方 除xc嘛 对吧 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地方和电子公式是类似的 类似的 好 这样来我们说 通过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也可以得到式子 这个式子和刚才式子是一样的 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从功率角度来看呢 并联电容器以后呢 我们说 电源向负载输送的有功功率 u i l cos1 就等于是 uicos2 它是不变的 对吧 但是电源向负载输送的无功功率 uicos2 是小于原来的ui sin1 是减小了 就是输送的无功减小了 有功不变 无功减小了 对吧 那么减小的这部分无功功率呢 是由电容来补偿的 也就是说 感性负载 吸收的无功功率不变 而功率因素得到了改善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讲 这个 现在我们来解释刚才说的什么 电容式在发出无功 电感在吸收无功 就电感吸收的这部无功呢 一部分呢 我们由电容发出的无功呢 来抵消了 当然另外一部分 我们还有从电源来获得无功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概念理解起来呢 是蛮难的 就是和我们以往的这个 关于功率的定义 概念呢 是有很大的区别 有很大的区别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题 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例题里边我们看 呃 呃 原来呢 这个 这个电路的频率是50赫兹 U呢 220 P呢 是10千瓦 扩算分析0.6 这显然是比较低的 对吧 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我们现在要求呢 把功率因素提高到0.9 他现在就问你 并 并 并连多大的电容器 C 并且呢 并连前后电容的总电流 I个别多大 就是求这个 I 两次前后 各是多少 这个意思 好 我们就用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公式来做就可以了 啊 首先扩算于φ1等于0.6 那么φ1呢 是53.13度 扩算于φ0.9 它是25.84度 那就用刚才我们讲的公式 C等于什么呢 P除上OmegaU平方 碳基达φ1-碳基达φ2 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直接得出的是557个μφ 就可以了 啊 那么没有并连电容器之前呢 我们用的公式 I呢 等于是P Ucos1-φ1 是75.8A 啊 并连电容以后呢 我们说这个cos1-φ2小了 小多了 对吧 公力因素不 这个P不变 但它小了 对吧 这样计算下来是多少呢 是50.5A 那么φ小了 这个cos2是0.9 分母增大了 所以电流减小了 大家看减小了多少 减小了三分之一呢 原来75现在变到50了 对吧 减小了三分之一电流 所以这个浮度是蛮大的 蛮大的 好 我们第二步再看 如果我们想把公力因素 再从0.9 提高到0.95 我们再看这个情况 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计算下来呢 啊 要需要什么 103个μφ 注意 现在已经是0.9了 现在提高0.95 要103个μφ 刚才是多大 刚才0.6变到这个地方 是557 对吧 相当于是500 500多μφ 现在还要增加 100个μφ 再增加100个μφ 啊 我们看电流呢 是变到47.8 刚才是50.2G 对吧 只减少了多少 三个μφ 这个幅度太小了 太小了 所以我们觉得一般不值 不值 所以我们感觉是我们说 一般来说是 我们只要将cos 提高到0.9就可以了 有的地方它提高的比较多 它也可以提高0.95 也是可以的 但不宜再高 你不要提高到0.8 0.98 0.99 没必要 没必要 好 下面我们来讲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是复功率 那么复功率的概念 是有助于我们的计算 其实呢就是 把刚才讲的这个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还有什么实在功率 把它联系起来 我们来看 什么叫复杂功率 我们是为了用向量 优化I来计算 功率 我们引入了复功率的概念 依然是这样一个负载 我们端口上加的是 电压向量 以及电流向量和电压向量 去观点参考方向 好 我们定义什么呢 S8 注意 实在功率是S 这里面我们要S 上面打一杠 我们读S8 等于是 电压向量 乘上电流向量的 供额 供额 单位还是复安 注意是 电压向量乘电流向量的供额 就是我们的复功率 我们看 为什么这样啊 我们看 这个优癌 那么电压是氦油 电流向量的供额 是不是负的氦癌呢 对吧 负的氦癌 那氦油 减负的氦癌 是不是就是 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氦呢 对吧 氦呢 好 所以这样限量下来以后呢 就是说 它这个拔的就等于是 Ui 乘φ 这个Ui 本身呢 是氏在功率 对吧 而φ呢 是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好 把这氏子我们 这是个孵数 我们分开 Ui cos phi 十部 虚部呢 是 什么Ui sin phi 那正好是什么 油功功率 和无功功率 就通过 就通过复功率 这种 这种计算方式呢 我们同时可以得到 有功和无功 对吧 无非是 复功率的十部 是有功功率 而它的虚部呢 就是无功功率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 也可以表达成这样 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达成 U成了电流的有功 把U呢 可以变成什么呢 阻抗 成了电流向量 让电流向量 成了电流向量的 膜呢 等于什么 一个复数 乘上它的复数的功额 是什么 啊 磨的平方 磨的平方 我小朋友 所以变成它的磨的平方 实际上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Z 乘上它的有效值的平方 对吧 有效值的平方 好 Z等于是R加上JX 注意 Z是R加JX 那这就变成什么呢 R乘上I平方 加上JXI平方 好 刚才已经说了 S8 啊 负功率呢 是什么 有功功率 加上无功功率 对吧 所以这个式子里边 我们说十部分呢 就是说 有功功率就等于是 电阻 组抗的电阻部分 乘上I平方 而无功功率呢 等于是 这个组抗的电抗部分 乘上电流的平方 啊 那么这个也就解释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一大堆了 一大堆东西了 就 温功率实际上等于电抗 乘上电流的平方 也是可以的 好 第二个式子大家是比较难记的 因为第一个式子引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表达式 啊 费U-Phi 所以Ui-Phi 得到了什么 Ui-Cosin-Phi Ui-Sin-Phi 那么第二式子 从我们推导出来的 啊 我们等于是 S8等于是Ui的功额 那么U呢等于是 这个功额呢等于什么呢 就是电流本身呢 我们可以写成是 电压向量 乘上导纳 对吧 好 对它取功额以后 它两个 把功额的分配进去 那么就等于是 电压的功额 乘上导纳的功额 好 最后呢等于什么呢 这两个乘起来等于是 电压的有效值的平方 乘上导纳的功额 所以这要小心啊 我们前面讲这个地方是怎么讲的 我们说是 嗯 S8 对吧 等于是 一个是 Ui的功额 这是第一个式子 第二式子是什么呢 是 S8 还等于什么呢 Z 乘上i平方 第二式子啊 Z乘上i平方 第三个式子呢 S呢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 Y乘上U平方 注意 这边的Y呢 要写上一个功额 这是一个区别 不要把这个忘了 因为大家这样一计划 很容易计算是 YU平方 可到对前 就像我们以前 我们讲的什么呢 啊 P等于什么呢 I平方 乘R 也等于什么呢 U平方 除R 或者是等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是 G 对吧 乘上U平方 对吧 对吧 所以和这个对起来 这个地方一定要打成功额 要不然结果是错的 就是说 主要是 主要是那个 无功功率 正好插这个符号 本来是吸收 变成了发出了 主要是这 所以这一部分呢 这个地方是希望 和这个式子连起来记的时候 大家要去分开 当然你不记也可以 就临时推吧 也不会错 只要你把这个地方 记得这个功额 要分配进去 就行了 就 复数计算如果很熟练 这样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好 我们就这么结论 第一个 复功率是一个复数 它不是向量 我再次强调 功率它不是向量 它不是一个正圈时间函数 对吧 对应的正圈时间函数 那个复数才是向量 而复功率它不是 没有对应的正圈时间函数 所以它不是向量 第二 复功率把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还有势载功率 联系在一起了 它的实部是 有功功率或者平均功率 虚部是无功功率 而它的模呢 就是势载功率 第二 复功率满足功率守恒定理 在正圈文端下 任意电路 所有之路吸收的复功率 之和为零 复功率为零 也就是说 那这个意思实际上意味着 复功率之和为零 意味着什么呢 就所有之路吸收的 有功功率等于零 或者所有之路吸收的 无功功率也等于零 注意 这个时候呢 一定你要用在它们 全部是关联参考方向 包括电源部分也是一样的 否则你计算出来 功率也不平衡 那么这个地方 就考验你那个 第一章的第三小节 那个地方过关不过关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一会儿用发出 一会儿用吸收 对吧 特别是讲到这个地方 电源电压电流的这个向量的时候 我们用的电源的时候 有时候电源呢 这一端呢 取的不是关联参考方向 那这个发出吸收呢 这个话特别是无功的 讲起来的很容易 把大家搞糊涂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什么情况叫发出 什么情况叫吸收 一定记住啊 关联参考方向下 P和KO都大一零 那就都是吸收 如果小一零就是发出 如果非关联参考方向啊 先不管三星二星 定义本身是发出 对吧 那么你是大一零才叫发出 小一零就是吸收 啊 所以把那个 把第一章的 第三小节的概念 用到这儿呢 用到有功和无功呢 完全适应 完全适应 一定要当心 一定要当心 好 所以这个式子其实表示 就是P等于零 Q等于零 就是它的合适等于零 那意味着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等于它的复功率 对吧 合适呢 也等于零 也等于零 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复功率守恒 实在功率是不守恒的 为什么 我们说复功率是复数 对吧 每一个制度相加的时候 大家看 实步和实步相加 虚步和虚步相加 对吧 然后呢 加起来呢 它还相当是个复数的样子 它总的这个膜呢 这个长度呢 它该是零还是零 但是呢 如果实在功率不是这样的 实在功率实际上 这个折线 这样加起来了 对吧 太拉拉长了 所以实在功率是不守恒的 啊 这个问题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 它实际上是相当是 实步和实步相加 虚步和虚步相加 加起来总和都等于零 就是实步分别 实步等于零 虚步也等于零 所以这个是 副功率等于零 但实在功率不是这样的 实在功率 它是 它反映把这个线要 把一个折线 按照折线这样 累加起来的 所以它不等于零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啊 因为U呢 不等于U1加U2 那当然呢 我们说 S呢 也就不等于是S1加S2 S2 主要它 它不是标量之合 而是一个 夫数之合 就是使量之合 就是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它是求各支路的复功率 我们第一种解法 我们说是 这个先求出大的阻抗Z 对吧 两个阻抗的并联 用并联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对吧 好 那么电压呢 就等于是 这个10 零度 对吧 那就乘上Z 这是电压值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 电压发出的功率 等于什么呢 236 对吧 再乘上10安培 注意啊 电流朝上 电压是 怎么呢 电压是10乘Z 是上面的正经性 底下的附近 这个式子是表达什么 是发出功率的 发出功率 对吧 有功是在发出 有功是在发出 无功呢 无功也在发出吗 无功上在吸收啊 无功在吸收啊 因为这个表达式是一个发出功率的表达式 好 我们看 嗯 这是 支路1 的吸收 等下这个支路1 对吧 等于U平方 乘Y1 导数 就是25加上 结25的公恶 就用的 我们刚才讲的是 这个公式 第三个公式 对吧 U平方乘上Y的公恶 好 这次得下来以后 我们说是 等于是 768加上结1920 注意 这个式子呢 是什么呢 是吸收还是发出 是吸收的一个表达式 吸收的表达式 好 第二个 Y平 U平方乘上Y的公恶 113 这式子是什么呢 表达式也是在吸收 但是 吸收呢 这部分是什么呢 是在发出 对吧 好 这是吸收 这是吸收 这两项绝对值啊 1424加上1920 应该等于是3345 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是负 式子表达式是吸收 所以负的就是发出 但是这两部分加起来 我们看 这是发出 这是吸收 这也是吸收 所以是1113加上768 等于是1882 这么来的 这个地方是特别特别容易出错的 我为什么给大家 来把这个例子专门讲一下呢 就使得大家正确理解 这个所谓的 无功率吸收和发出什么意思 好 好 我们看第二种解法 第二是I1等于是10 乘上这个阻抗 用分流公式 对吧 I2等于是总电流减去I1 然后呢 吸收呢等于是I平方乘上Z1 这是第一个制度吸收的 第二个制度吸收呢 也是I2平方乘上Z2 也是吸收的 对吧 那么发出功率呢 等于是 什么呢 I1乘上Z1 是电压 然后再乘上电流的公额 注意这个电流呢 还是朝上 还是取的是非关联参管方向 所以它表达式呢 还是发出功率 等于这个表达式 和刚才是一样的 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里面 刚才讲这个里面呢 大家主要要关注的主要是 功率的表达式 和它的这个电压电流的参管方向是 相关的 电压电流取得关联参管方向 那这个功率呢 就是表达式吸收功率 而且是大约一定是吸收 小约一定是发出 如果取得非关联方向 那么表达式本身呢 是发出功率 那么当这个功率计算式呢 大一零是发出 而小一零是吸收 所以这个关系呢 不能搞错 不能搞错 那么所以我们说 第三 第一章的第三小节 这个基本功能很过硬 到这儿来说 那个时候你搞得很清楚的话 这时候就不会错 不会错 好 我们讲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最大功率的传输 那么最大功率传输呢 我们在讲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当时我们就提到过 那个时候是针对电路电路 现在在证券文的电路下 它的最大功率传输呢 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更复杂一些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含源的一端网络 这边是负载 负载 那么把这含源一端口呢 我们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组框 底串联 那么负载呢 是用一个组框来表达 ZR ZR 我们就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 ZR和电源 含源一端口之间的参入关系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下的时候 它能获得一个最大的功率 那么这个地方的最大功率传输呢 我们实际上是指的是 有功功率 或者说是平均功率 最大的多大 好,我们设ZI 好,这样一来呢 我们说 电流向量呢 I呢 就等于是 电压 电压 电压源的向量 US 除了ZI ZR 对吧 那么整理是 有效值呢 是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 好 我们看 那么有功功率呢 应该等于是 R 电 负载上的电阻部分 乘上电流的平方 那是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 我们来看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显然呢 我们说要使得 获得最大功率的条件呢 首先呢 如果它的虚部 这个XI加XL 如果这部分加起来等于0的话 是不是这个值整个 可以相对大一些 所以首先呢 是这部分让它 可以让它等于0 对吧 其次呢我们再看这一部分 再看这一部分 好 所以我们说 我们第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ZL 它的RL和加上JXL 可以任意改变 就电阻也可以变 电控部分也可以变 我们指的是这个负载的 负载 那我们说 我们先设RL不变 XL可以改变 那根据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当XI加XL等于0 也就是XL等于负的XI的时候 P就获得了 可以获得最大值 那就是这个值 那就是这个表达式是 电阻不变 电控部分 和电源内部的这个 电控部分呢 是互为共恶 比如这那边是一个感性的 这边是荣性的 而且相互抵消的时候 能获得一个最大功能 就这个表达式 就P呢等于是 RI加RL平方 分之RL US 这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我们说 RL也可以改变 对吧 那P的最大值等于什么呢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说 它又和电阻电阻情况 又类似了 对吧 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 RL等于是RI的时候 P能获得最大值 那么这样来呢 我们如果把这两个条件综合起来以后呢 我们说 就成了什么呢 PL等于是 RL等于RI XL等于负的XI 就能获得最大功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表示 这个负载的这个组抗呢 是电源组抗的 共恶的时候 就能获得最大功能 因为实部 实部相同嘛 虚部的符号相反 就是共恶复复嘛 共恶复复 所以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呢 就是成了什么呢 就是ZL 如果是ZI的共恶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最大功能 那么这个条件呢 我们叫它是 最佳匹配条件 一般呢 我们用这个条件 用的是次数最多的 用的最多的 就是说 ZL等于ZI的公恶 用的最多 用的最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最大功率 P Max 等于是 4倍的RI 分之US平方 US平方 我们获得了最大功率 那么这个式子 大家是以后会经常用到 会经常用 和我们在电路电路公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记得 这时候的负载的这个电抗 和电源的内部电抗呢 是符号相反的 符号相反的 第二种 我们说 如果 ZL等于是RL加JXL的 只容许XL改变 就RL不变 那么这种情况呢 获得最大功率条件呢 就是刚才说的条件 XL等于是负 的XI 这区功能就行了 对吧 那么重大功率呢 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表达式 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说是 负载的电阻部分是不能变的 只有电抗部分可以改变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条件 第三个 如果 如果 ZL是一个纯电阻 就是RL 没有电抗部分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们看 那么电流的电流呢 就等于是I 电流向量等于是 电压向量 除上 ZI 加上 RL 对吧 RL 那么电流呢 它的有效值呢 就是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 好 那么负载获得的功率呢 是我们底下这个表达式 现在针对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来求它的最大值 最大值 我们令 DP DIL 等于0 我们获得的最大功率 PP条件是什么呢 RL 应该等于什么呢 RI的平方 加XI的平方 开根号 就等于什么呢 ZI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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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当负载是一个 重电阻的时候 我要获得最大功率的时候 我这个负载的 电阻值呢 应该等于这个 电源内部的这个 阻抗的模 我就可以得到最大功率 得到最大功率 是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呢 和我们前面讲的条件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相对来说 是比较难推倒的一个式子 但大家则记住就行了 但这种形式呢 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我们很难碰到一个 纯电子的负载 大部分的负载 在我们电子系统里面 都是感性负载 纯电子负载 只有什么负载 接一个小喇叭的时候 是一个纯电子负载 但这种负载情况比较少 比较少 它是用模匹配的 模匹配的 好 我们看一道立体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一个电路 电路 它的问题是第一 让你求Rl等于Worm的时候 它所消耗的功率 这是 第二 Rl等于多大 能获得到最大功率 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呢 求模的匹配的 是吧 模的匹配的 我们可以把5M和50M 当作电源内部的一个 阻抗 看待 对吧 第三 在Rl两端并联一个电容 这相当于什么 把Rl和这个电容器等 合起来当作一个负载 ZL来看待 那这时候呢 就等于求这个 什么呢 电源内部的这个Worm和50M 这样一个内部阻抗 它的公额复数的问题了 对吧 就是问Rl和C为多大时 能与内阻抗最佳匹配 并求最大功率 那我们不用说这个Rl和C Rl还是Worm肯定是 对吧 关键C为多大 C为多大 好 我们这问题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说是ZI呢 是Worm 再加上这个 呃 这个频率呢是10的5次方 每秒弧度 再乘上是50MH 再乘上10的-6次方 那么这样算下是5加J5Om ZI等这个值 对吧 好 第一种的条件下 就应该是一个摩的最佳匹配 对吧 就是1 是I呢等于是0.89 是26.6A 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就来求它 这个P呢等于是I平方乘L 这个计算下来 一共等于4W 4W特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就直接计算 啊 负载电阻等于5Om10的功率 等于是4W 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我们说是 R多大时能获得最大功率 只有电阻R RiL 那么这是一个摩匹配的问题 对吧 那就说RiL等于是根号 Ri平方加Xi平方 这是25的平方加25的平方 是50的平方 对吧 等于50 50开根号是7.07W 获得最大功率 获得最大功率 最后一个问题是 RiL和C为多大 是能获得最大功率 这是一个最大匹配问题 对吧 那显然上我们说是 RiL还是5W 关键看C是多大 C这部分构成的这个 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负的结果 我这说法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对 它现在的问题是命运什么呢 是并联一个电容 对吧 并联电容 我们现在这个电路要换成什么呢 换成一个串联的电路 它的虚部是负的 十步呢 等于5Ω 所以你现在这个RiL等于5Ω 那这是并联的情况是5Ω 你换成串联后 它还是不是5Ω呢 不一定呢 对吧 所以呢我们是要求串联的时候是5Ω才行 所以RiL到底多少 我们还计算 还不一定是Ω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没 在前面我们讲两个阻抗的 把一个串联的阻抗变成一个并联导纳的时候 这两个电路是一般是不相等的 还记得吧 我们看这是I等于5Ω7.07 PL等于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磨匹配 磨匹配的时候这个电阻是7.07 等于第二种情况 那么PL等于I平方RiL等于是4.15Ω 这是第二种情况 我们再看第三种 就并联一个电容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Y等于是RiL分之一 加上JΩC 加JΩC 那么Z等于是Y分之一 这次试试整理出来以后呢 我们是这样的表达式 这样的表达式 就是电阻部分呢 整个这个表达式呢 要等于5Ω才行 这样等于5Ω 好 我们这样计算下来后呢 我们看 当实部等于5Ω 虚部也等于5Ω 也等于5Ω的时候 我们这样计算下来的时候 RiL等于15Ω C等于一个μΦ 它能获得最大功能 所以大家拿到这问题 不要着急 一着急想想 我我我 这问题就错了 就错了 所以今天讲的内容呢 我们看很多 很多 那么最主要呢 我们引入了5Ω公里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呢 是2Ω公里的计算呢 其实当碰到 关联三考方向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计算也是蛮难的 蛮难的 蛮难的 所以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真的像最后一节讲的 最大功力的传输呢 我觉得倒不难 很简单 只要你们能很好地理解 这部分是不难的 所以这一节呢 最主要的难点是 这个无功功力和复功力的概念 第二个难点呢 是关于电容器来补偿 补偿的作用 就一般的负载呢 我们说是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感性负载 当并联电容器以后呢 我们可以提高功力因素 所以提高功力因素的一个 最有效的手段呢 就是并联电容器的手段 这个呢 将来你们在工程上 会经常遇到 而且呢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 相对来讲的一个小难点 谢谢 我希望大家呢 下来以后呢 把这一部分呢 能认真地再复习一下 那么今天的内容 咱们就讲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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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